哈尔滨有一家洗浴中心打出了这样的招聘广告 工资日节 日薪八百 月薪两万 听到这些字眼你可能就要问了 洗浴中心这是什么工作啊 工资咋这么高呢 前不久来哈尔滨市打工的瑶瑶 就以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伙 这不正常的高工资背后 隐藏的是不可告人的黑幕 22岁的瑶瑶偶然在哈尔滨市区一家洗浴中心门口 看到了一则招聘按摩技师的广告 条件很吸引人 那经理姓朱 我们都管她叫朱姐 然后她说你来这上班 就是你岁数还小 她说你在这骑马 明天能保你八百 负责招聘的女经理多次给瑶瑶打电话 让她来上班 然而瑶瑶进到洗浴中心之后 却发现这儿十分奇怪 只有男玉没有女玉 男玉也没有搓澡工 更没有桑拿房 十分简陋 经过洗浴中心安排的计时培训 她才明白了按摩员的真正意义 对 不是她特服 我们都重来读 他们家是不是叫名字 是号码 应到100 随便的选择数字 瑶瑶所说的特服就是向男性提供色情服务 经不住高工资的诱惑 瑶瑶便开始从事特殊服务 她发现来这家洗浴中心的客人 几乎没有专程来洗澡的 都是为了找特殊服务的按摩员 她家最低最低的 就是几乎没有人做 就是110是最低的 然后还有基本上最少是138 138包括冷水热水 瑶瑶说每天晚上十点以后 是洗浴中心客人最多的时候 十多间包房都不够用 这时洗浴中心就向菜市场 得排队等的叫号 给我们连一半都不到 110的我们得70 138的我们得75 198的我们得98 298的我们得144 瑶瑶从做按摩员的第一天起 洗浴中心就把规矩和规定 说得一清二楚 条件非常苛刻 每天你最少得接五个单 然后你才能把昨天工资开出来 如果今天你接不上五个单 你就得等明天再接五个 你才能把前两天的一起开出来 瑶瑶只干了不到一个月 就染上了严重的复刻病 最后离开了洗浴中心 洗浴中心 它是个什么地方呢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 那就是过去的澡堂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澡堂的竟然成为了藏屋纳垢的地方 染上重病的瑶瑶四前响后 最后决定把洗浴中心的黑幕 向警方举报 要所说的洗浴中心 就是这家天水洗浴休闲场所 接到举报的哈尔滨市 道外公安分局组织精干警力 先期派出女侦察员 以应聘按摩员的方式 对天水洗浴中心秘密调查摸底 结果接待应聘者的女经理见面后 直接了当地说 这儿没有正规的按摩员 这位经理说的还比较含蓄 而南育区里的服务生 就更加的直白露骨 介绍起洗浴中心的特殊服务项目 随后男服务生领着进来 三个按摩女身着暴露 等客人选中后 通往楼上的防盗门 才会从里面打开 引领着客人上到楼上 进到休息大厅后 女按摩员马上